Hello 大家好 不記得多謝高仁先 我一不弄封面就不會知道多謝高仁先 我們今天很開心 除了有我 有高仁 一定要有Sam先生 我們要改節目名字 要叫做Sam先先 還有坐在我旁邊 現在一定是同一個出名 雖然我是老屁股在YouTube上 九年了 但其實你應該開YouTube上來過 這是Hibi Hello 大家好 她的YouTube頻道是HibiFace 都做了一段時間 不過好像是近一兩年才做得好些 之前又害我不死 但又彈不起那些 但你的YouTube人應該開得久過我的 沒有用帳戶 每個人都有 這個YouTube帳戶 每個人都有 我入到06年 巴士阿叔年代的時候 我都有過 巴士阿叔那時候 Google都沒有買YouTube 所以我沒有帳戶 那時候就是第一次認識YouTube 之後YouTube 巴士阿叔很偉大的 創入了YouTube的熱潮 在香港 從此YouTube就離不開香港 那先介紹一下Hibi 大家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星期日的 星期六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我們另一個節目寶藥黨 就訪問了麻利 近來我們跟這些 影視和DJ很有緣 訪問完一個做了十年 離開的商台麻利 我們今天訪問Hibi 就是做了十年離開的新城 DJ 我印象中麻利很久 是嗎 也是大概十年 但我沒有計算 應該多 十多年 應該多 麻利有點小綿 很久 好 那我們先問一下 其實在商台上做 是怎樣的 不是在新城做 其實我最常聽的是新城 我當時是聽Ben Bob Rikki 新香蕉俱樂部 當時會考的時候 他焗你一定要買心機 那時候就開始聽 我當時聽隔離 我聽商台903的172油花園 坦叔 余迪偉 Boo 那時候都是跟你一樣 因為我跟白兵同一年 同一年 我從小都不聽商機 我也是 從小都不聽 就是那年 會考 我會考第一年是不行的 我也是不行的 我第一年都不行的 很普通的 第二年我去了讀職業訓練學校 讀了三個月就沒有讀 我覺得自己不差 我就自修會考 每天都去自修室 然後回家 就像上學一樣 一早去 又是晚上回 那段時間 因為我都沒有學習的 也挺薄的 於是我就怎樣訓練自己的 聽寫能力 聽寫能力 每天聽收音機 原來也有點用 尤其是相關的方法都很好 但當時我開始想 其實電台也挺有趣的一件事 我將來可不可以是我的職業呢 但是又是很遠的一件事 因為看回以前 不是現在 以前的DJ 每個人都響噹噹的 有很多歌手以前都是DJ來的 黃海勤 林憶蓮 周慧敏 黃耀明 很多人都做過電台的一行 真的不知道 很多的 都覺得很誇張 所以你也想做歌手的朋友 我也是這個契機 比陶大宇還要紅 之後再說陶大宇 好像是一件很遙遠的事 有很多機緣巧合 我好像在2010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個機會在電台實習 就是新城 前公司一直都覺得職業也好 一直做 我去到2012年的時候 才正式做全職 一直堅持讀書 一邊讀書 賺錢 儲錢交學費 一邊工作 這個生活就維持到19年的時候 正式辭職 但是19年到2020頭 都有一段時間 在電台工作 只是做節目 到現在這一刻 就完全脫離了這個身份 是怎樣的呢 做DJ的日常 我覺得一開始 是挺有意誠的 因為 因為紅褲子出身 一定是這樣的 一開始沒什麼機會 觸摸咪 通常都是在後面做一堆東西 譬如找資料 剪聲 做剪輯 然後很多東西 約嘉賓 一邊做一邊做 很快就會有些機會 有些環節可以做 一些環節可以錄一下 但是真正去到 我自己一個人有機會 通常都是跟很多人一起做 通常都是跟很多人一起做 可能有空間越多 由你做節目 然後慢慢做一個節目 跟其他人一起做一個節目 到真的自己擁有的節目 都好像到了2014年的時候 要捱幾年才有機會 自己擁有的節目 但是到了幾年之後 電台已經不是那回事了 尤其是201415年的時候 開始有很多很顛覆的東西出現 就是那個媒體 就是Youtube 網絡的生態 Facebook、Instagram 怎樣去主持了整個訊息的流通 開始我覺得電台不太行的一件事 然後你看到 就算不只是這個電台 可能隔壁電台的DJ 近十年都沒有出得到多少個 即屈指一算是可以數到的 究竟有多少個真的做得到 或者做得起的呢 就開始去思考一下自己 繼續在這個行業裡可以做多久 那時候就開始慢慢做一些Youtube 到2016年的時候 慢慢開始去想這些事情 但是那時候步伐很慢 因為始終我們在安全力帶裡面 是很難走出去的 那個框框是很大的 特別是傳統媒體的人 有傳統媒體的框架 就是你會覺得傳統媒體的時候 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模式 那新的東西你就會覺得好像很不行 於是都摸索了好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回顧過去十年 在這個行業的生活裡面 我覺得學的東西是多的 至少現在都可以圍到身 我自己出來開檔做的時候 都可以 很多都是靠以前積落的東西 譬如人脈、網絡這些 包括技術 可能是講話的技術 即是表演 剪輯 很多都是靠以前的東西積落 現在才有機會走 正式就是1920年開始就慢慢退出了 就是做節目 其實我看到你有條Vlog 是拍你真的在新城裡收拾東西 在你的辦公室那裡 其實你是不是要聽很多歌的 還是有沒有特別要求 個人喜好來的 有些同事是從來都不聽歌的 是的有些同事 他可能不需要做音樂節目 又或者其實 究竟播些什麼歌 很多時候都不是由你決定 是的很多時候都不是由你決定 特別是日常的節目 除了音樂節目 音樂節目都可能好些 即是整個節目播音樂 有時候有些清譚 有時候有戰席歌 你聽也是 什麼台都是這樣的 別人的台 不是商業性質的台 我不知道 但是商業性質的電台 其實都是有playlist的 這個星期要playlist 其實跟唱片公司交了很多事情 背後 可能今個星期要推這首歌 或者他想你推這首歌 你幫不幫他推另一回事 看你想不想跟唱片公司的關係好些 可能你跟他關係不好的 如果是西公司來的 那當然是欺負他 每個公司都是這樣 那就少播一些 不播 又或者原來那個歌手 原來最近有些事情跟電台發生的 例如他出活動 或者他接下來電台有個演唱會 幫我們唱 或者什麼都好 那就多播一些 那遊戲是這樣玩的 所以很多時候 你播一些什麼歌 不是經常都是由你去決定 一個星期要有一條數 是你要復活多少次 你要去播舊 然後推到所謂 大家看的什麼播放指數 每年到年底 然後拿一條數出來 我不是做的 真的有播的 他很紅的 這首歌好得的 播了一萬九千幾次 但是一萬九千幾次 代不代表同事願意去播這首歌 那就值得大家試考 你當時是做什麼類型的節目 其實什麼都有 因為那時候我做汽車節目 拍得到你就要做 我沒有車牌都要做 當時真的是這樣 沒有車牌 然後要做足球 通常一開始都會做這些 咪哩咪哩的事情 然後要跟財經節目做幕後 那些股評人在講的時候 你在後面要聽電話 喂 葉小姐 今天你問哪一隻 380 好 幫你記錄一下 輪到打電話給你 喂 陳小姐 今天又問700 就是這些 跌到混蛋了 不要再問了 有一個聲音 他叫得出來 黃先生 我想問一下黃師傅 今天那隻江交鎖多少錢 可以走 港交鎖是不是 沒有江交鎖 李江交鎖找你老公 電話打來 什麼都做過 有一段時間是做早上的 是 做一些時事的節目 他都做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我電台在公安時間 就不是很靜止的 就是冷是 他除了讀報紙 講講新聞之外 有很多東西 連在一起 生活化的東西 早上有一段時間 做過很長時間 幾年早上的節目 7點到10點 那不是很好做起床 5點 回到6點 看九個字報紙 大家圍在一起聊 然後就開咪 通常都是這樣 生活化的節目 多一點 最後那段時間 開始開心一點 做一些開始 因為你的人越來 你才能夠有機會 去搭配很多東西回來 什麼行業都是這樣 你歌手也是這樣 你電台也是這樣 然後就可以 問一下可不可以做一些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記得最後有一個節目 就是玩什麼呢 就是玩那些人 即場來電台報名參加 歌唱比賽 在一個直播室唱歌 走進去 有些人可能帶結他來 有些人帶MMO來 在裡面唱 我設定了一個直播節目 每個禮拜找一些嘉賓來 然後就平 他一邊唱 然後就平 他每個禮拜日都要來排隊 先到先到先到 有些人排整天都唱不到 可能是十二點來排 那個節目五點才開始 但是那個節目最後 我覺得是贏的那個 是可以拿到一個唱片公司的合約 不過這樣不是很大的唱片公司 也好啊 有機會出歌 但是你搞這些節目很累的 很後期的 那段時間剛剛走 正式推出遞訊的時候 公司又不上來 一下子走了 聲稱不想你走 可能困好不想你一下子走 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我才有這些節目去做的時候 我覺得挺好玩 但總括其實什麼都做過 但是我覺得自己做得太遲 我覺得可以早些 因為網絡都已經 成熟了 很熟了 是啊 很成熟 然後我覺得我在現在這個崗位 就是拿到快樂的感覺 會比以前更多 正啊 我看見你就是瘋狗的小品紅子 我看見你 因為我是感同身受 就是瘋狗的弱子 你怎麼瘋狗的 你沒有腦子的嗎 你打過comman之前 你沒有用過腦子去咬的嗎 就是那些 我近一年多了這些人 我覺得他不是沒有的 人家大陸播你的東西 就捧紅你 你還說人家偷你片 放上billybilly 所以我就說他其實沒有想過 他不是沒有思考 不過問題是他智商不行 他智商到這裡 你不能拿這件事去解釋給他聽 霍金如果還沒死在他面前 他去解釋黑洞這件事 我也不懂 如果我是霍金 我廢話就跟你說 我立即就掉頭走 為什麼跟你說這些 因為你不懂 我也不會問 我不會懂的 聽你說的數字 整個黑板都寫滿了 那你對小粉紅就是這件事 因為他的智商 其實他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他只可以在這裏 那你已經是幼稚園 如果你發兵你在這裏 他就在這裏 那沒意思的 你慢慢談一談一談一談 但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都有時候很難不明白他究竟是 最近有人說 你拍的那些商場 清零 到處去的那些片 你播毒 你播毒 那你還要到處去那些商場 沒有人 我假裝放在這裏 說你沒有人 沒有人 你還要播什麼 他都忍不住 他說你去商場 那你到處碰那些扶手 你又搭地鐵又搭車 那你不停地傳到黃大仙 傳到落褲 那我就在Facebook貼了我開車的照片 我連我開車的都不想打你 你覺得沒有 你覺得沒有 你連做這個動作 你都覺得是浪費資料 那你不如自己看開一點 大家就笑一下 那這裏要開始講 Hibi的YouTube之路 他在咪前有說過他有 首先的時候有做過一些電競相關的題材 那時候很流行 以前不懂 人家有一套成功的方法 你見到你就會想做 可能有些人也是這樣 有些人想說政治 怎麼八兵說成這樣都紅 我也說 我是說得差 我舉個例子 不是真事 真的 那時候我就想自己這樣都紅 沒理由不行 做了這麼多年 傳媒都懶船有三斤釘 這樣開箱就行 沒理由這樣 我沒有波車 我感覺到你突然攻擊了一個人 不是不是 開箱就紅了 很多人都開箱的 但我是沒有空而已 但做男人沒理由輸蝕 應該可以的 於是就開了電台 還有最後一年 做電台不特別開心 很多小圈子 娛樂圈那些 是是非非 然後我很想走 但安全地帶 經常都走不出 因為電台的事情 現在其實人都是一樣 面對著很多行業 行家都在面對著這件事 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自己不停地打J 在這些身份上 他覺得這個身份很厲害 可能跟歌手 娛樂圈那些很熟 他在一個位置 就開始越老 年紀越大的人 就穩定了的時候 他就走不開這個框框 然後就不停地在這個位置打J 他覺得自己很有影響力 他可以很多人看他的東西 或者聽他的東西 或者就算不是 那個名字走出來 你做片行家 我做DJ 他就覺得別人會打飛機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沒有身體 那怎麼辦 沒有意思 而且還要是一個比較弱勢的電台 恆世界電台到這一刻都會弱勢 那還有甚麼意思呢 於是就想走 我是拿遲的 所以拿不到失業救濟金 那就是辭職之後 但是真的在Youtube世界裡 開始多人認識 就是你拍電影的場地 還有主要都是大家 敬意熟能長的電影 譬如周星馳的各大電影 你最開始就找回他是這個 麗晶奶賓館 是的 在講這件事之前 Sidetrack說了多一點 因為離開了電台之後 做了很多事情都不行 剛才講的這件事 是大家看到可以的東西 就是這樣 你看到你可以的東西 他不會看到你之前不行的東西 之前不行的時間 維持了一段很長時間 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Youtube賺到的錢 是不夠交租 不夠吃飯 所以接著疫症又來到的時候 一開始2020的時候很慘 就是什麼工作都沒有了 外面本身還有很多 就是MC 婚禮司儀 做了很多 就是夠吃飯 都還叫 但是開始就玩 在不停燒自己的銀行 燒一下燒一下就沒有了 那有一段2020 很長時間都是開車維生 就是出租車 都是只有一個 全香港 我怕大家不知道 我開什麼車 都是運燒一下人質 都是綁架 這些 可能是駕駛 我一開始都不能放下新段 所以我剛才可以說得出新段 我記得試過載那個歌手 那個歌手 女歌手也很紅 那個歌手可能是我 因為那段時間 我還兼著有電台 之後沒有了 但是我記得我載他之前 可能幾個月之前 才和他做了一個訪問 他叫車 然後就 就是了 那個命運的項牌 大家認不到 大家認不到 Anyways 但那一刻我會問自己 其實是不是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做得好些 特別是 尤其是一開始是 劈頭 說想出來做這件事 然後又回到不停地循環 人家做得好 為什麼我做不好 為什麼我比白兵差 又不停地循環這個過程 但是循環也沒有辦法 因為去到那個位置 因為沒有了積蓄 開始就要思考 因為年紀又不小了 如果要轉行的話 就應該浸幾年都應該不用死了 那時候沒有想移民 覺得社會應該還可以有一塊 覺得很天真 那時候還沒看白兵 覺得很天真 那時候我也是這麼天真的 我以為香港有一塊 那於是 我那時候也是這樣 我也是 現在就不知道 放棄吧 我想放棄自己 那就一直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要在這個地方繼續生存的時候 我就要轉變了 不如算吧 收一堆東西出來 這些東西都做完 都不行了 在YouTube上 就收皮了 很簡單 不用多討論 那譬如寫十樣東西出來 頭九樣東西都不行的 那九樣東西都是沒有人看的 那九樣東西可能都是大家成功過的東西 他有做過 你也做過 別人十幾萬人看 但是你又兩次人看 最後就是 這條橋放到很後 港產片電影《朝聖系列》放到很後 原因就是 我想做 但未必可以 因為沒有人做過 沒有人得過的東西 那當然是高風險 當然要放後一點才做 那時候是這麼想的 那我記得有一天 我開車 車輪那一刻就在寶馬山那裡下車 那我身上都有器材 那我就 咦 做完去吧 經過這個Adam Smith 府國際學校 在武漢基國際 最頂寶馬山那裡 那我就下車拍 那時候沒有準備什麼 不像現在這樣 就拍了一輛車在街上 然後就 拿一部機出來 就上班了 什麼都沒有準備 上班了 就拿一部電話出來看看 這個位置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這件事 拍完之後就回去剪 頭一兩天都好像沒有什麼人看 可能四五千人 玩兩天都四五千人 已經極限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去到台灣 馬來西亞 大概第五第六天 就一下子就泵上去 就成二十萬 我們都是看見錢開眼 看數字開眼 咦又可以做 當然做 做吧再做吧 於是 我一直有看港產片 我有研究過這些 我一直都有研究 但我沒有想到 會變成自己一個 可以拿來起圍 或者找射的工具 於是 那段時間 一個星期做一兩條 就不停地做 做做做做做 就是所謂 大家眼中的做起了 很肯定的 他那時候 出片很快 我想說 台灣人對這些事情 是很獨鍾的 因為我是帶過台灣朋友 任何台灣的男生 一來到香港 我帶過他們去銅鑼灣 去到這個 王室寶門口 我跟他們說 得仔老爸就死在裡面 他們全是興奮的 即使他們現在已經裝修完 不是這樣的樣子 我跟他們說 以前真的是這樣的樣子 他們是興奮的 中間有個發光那條柱 對 是 很厲害 帶他去看陳皓嵐那些 曬馬之地 都是那些 最開心 最喜歡《古惑仔》和周星馳 為何台灣那麼紅 因為台灣電影台是很多 長時間不停裂幾部 我問過很多觀眾 《古惑仔》那些 周星馳是不停裂 有些周星馳以外的 《語龍共舞》 那些《九文之文》 《九文之文》 是經常重播的 就好像我們看以前小時候 《道地星馳》是影院 是的 來來去一年都播了兩次 《桃嵐龍》 所以你對於他們 但你每一次都會坐下來看 就不知為什麼 有這個魔力 還有他們有配音的 他們有個台灣的普通話配音 專屬給周星馳的伯伯社 國語配音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腦海裡面 就是入了血 因子 沒有想到原來這樣 因為他又來不了香港 然後他就說原來在這裡 這樣就開展了我這個錄 我記得我現在的觀眾 大概近期 因為那些本地的影片多 但其實在主要集中做電影系列的影片來講 我覺得不夠六成是香港人 哦 真是很國際 不夠六成 大部分 還有差不多20%是台灣 十多個馬來西亞 新加坡 然後其他那些就不說 紅遍亞洲 沒有啦 但另外我想到的東西 原來都很吃香 還有很多人都很懷緬那個時候的香港 因為那件事過了 那才有個價值在那裡 如果他還是這個模樣 他就比較不了 他覺得那些事情都沒有變 你拍來做什麼 那些恨人又來 那些都沒有變過 鬼不知道 但是你拍的那些也有人 因為拍來做什麼 都會有人講這些留言 有啊有啊 你這麼有空 我拍那些以前的電影的地方做什麼 因為他不覺得這樣 因為他可能不是一個喜歡看電影的 他不覺得為什麼這個地方有一個 因為電影就把這個地方給了一層意義 如果一層意義 他不當是意義 有些人他不當 他不喜歡車 他不開車而已 沒有意思的 甚至乎他不喜歡香港 你討論香港也沒有意義的 對他們來說 沒有什麼所謂 都是這樣 所以你跟這些人去討論也沒有意思 但是我普遍來說 我覺得我自己做這個影片 就是因為我覺得電影 把這個意義給了一個很普通的地方 可能是一間爛屋 你走過不起眼 因為那部電影拍過 可能那些人不知道 但當知道那一刻 他對這個爛屋就多了一個意義 而我做的影片 也都再給了一個意義 原來這間屋是有故事的 因為他這個拍過 大家如果有機會走過經過見到的時候 不起眼都停下來看兩下 他就會對那個地方有一個感覺 然後你這個朝聖系列 是去到出了書 什麼都試一下 其實我一直都想做 但是為什麼到這麼遲才做 是因為有一段時間 經常被人偷片 那我就去了一個想法就是 親愛的哄哄哄哄哄 會不會大陸有一本書 叫港產片朝聖天書 然後寫了我的東西下去 那我又不想這樣 現在你出了不就更好 他直接 copy不得了 更好有人出了給我 那沒有啦 如果這樣說 應該放一些小熊圖 讓他看不到 可以舉報 但是到了那個時候 是時候要做了 於是做了這本書 但是其實出書 大家都知道 找不到什麼錢 做多兩個月 搞兩個月 可能更好 但是 都是那樣的 如果我這樣想的話 我就是一個普遍 就會覺得 電影朝聖系列 沒有意思的人 就是同樣的想法 就是一樣的 為什麼這麼浪費時間 大哥 為什麼要記下他 因為我本身 我很明白 因為有時候 做些事情 不一定是 錢是有個因素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你不要搞到我虧 或者不要很餓 搞到我 但是然後 那樣的實物 是有個意義在這裏 我有想過 都是把我的影片 我全部都有寫稿的 我有想過出書 我將它結集成一本書 但是發覺應該是 會搞到我很煩的 裡面的內容太激進了 現在這個世代 不知道用不容許 所以我就 割置了這個想法 你不是這裡才可以出 但是你不在這裏 你出來也沒有意思 除非我育身不在這裏 你育身不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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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經常說 你出來有什麼意思 你育身也不在這裏 出來就沒有意思 所以這東西 要是就 你在台灣講政治有什麼意思 就是一樣的 沒錯 然後電影朝聖系列 去到可以出書 然後呢 這個是我很佩服Hibi的地方 你看到我三年來 我還是每個星期一條的精製片 我都扭不住 但是之前我有試過拍一些短期 但是現在阿梅的身體狀況 我就割置了 沒有繼續拍到 然後呢 就 但是Hibi厲害 他厲害了 他不只是拍電影的地點 就是可能拍到某個位置 他會想找其他東西玩 然後他就 是不是之後就是淘大雨 我跟回那個視訊 不是很多東西的 待會製作了 小薰熊片 啊 對 你有一段是怎樣跟小薰熊的角力 就是開始在你的影片裡加個小熊維尼水印 然後再摸熟了BillyBilly的檢舉系統 是 然後 然後 然後去到那個位置就是我知道怎樣檢舉 然後 因為你整條影片放了小熊維尼的底子 是很影響那條影片的 然後他就懂得擺哪些位置 然後再檢舉 超有效率 然後超快可以寫他的姿勢 對 都是因為做影片 我覺得都蠻好玩的 原來真的不顧 所以想跟大家試一下這件事 但是你真的很有心機 雖然我的影片是天生免疫的 有降體 有降體 你沒辦法 BillyBilly就夠了 就叫你的影片 沒所謂 是的 但是 歡迎轉載 是的 但是 如果有一天 我是拍另一些東西 然後BillyBilly 就是加了一片上去 其實我應該是 不會去那麼有心機 去鑽研他的系統 怎麼去弄救他 這個是人的性格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學走 你會學習他的系統 我覺得跟做電影系列一樣 因為我在這個系列裏 聽過這麼多次 例如我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這電影畫面在哪裏 有很多人 他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他覺得這個就是那裏 但是每一次別人跟我說 這個就是那裏 我心裡會想是不是 真的 我就會問他 你有什麼證據 通常是答不出的 很多時候都會跟你說 其實是的 應該也是 然後說說他就飄了 他不穩 其他人不穩 因為他沒有什麼支持他的說法 很多時候他自己的前意識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你說到他好像回運 紅衣女鬼一樣 飄走了 不知道 聽回來 可能有人跟他說 越問一下越問一下 其實他很不認識 就是飄走了 是 因為這件事就是在電影系列那裏培養回來 有一次找到就是淘河威龍一 有個大屋 就令到周星馳升職失敗 之後才做臥底 因為飛虎隊 他本身有機會升職 但是他就 跟陳國邦那段 是不是那個 淘河威龍二 那段是第二 一 淘河威龍 淘河威龍 淘河威龍一 第一 我忘記了 是那個橋段是什麼 我應該記得的 好像是 第二集是主因 第二集他是不用做的 第二集周星馳是不用做的 是吃杯麵的 是啊 不是那集 第一集 第一集本來他有機會升職 噢他在那裏扔人 不讓他扔那個 不扔的那個人 那就是因為他自己果斷行動 在那個大屋裡 那間這麼舊的屋 其實我找了很久 那我聽過無數那麼多人 或者有些人 幫我放上群組問 Facebook有很多 適合香港的朋友 那些人說得很壞 這間公司就是在哪裏 那裏 為什麼你又要再問呢 這個其實也有很多人知道的 但是這個又回到我剛才所說的 當你去問他的時候 多人知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很多人都覺得 全世界都覺得荔枝大賓館在旺角 那你問荔枝大賓館在旺角 但是是不是呢 是啊 就是在九龍城 在荃灣 那就是不是 但是你問他 他叫荔枝大賓館 你一問他 他就開始不找 那一次也是一樣 讓我培養了很多人去說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定要相信 他有多少成是真的 那你通常要問他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我看到哪裏哪裏哪裏 那那個人可不可信的 他是不是做製片的 他是不是以前跟周星馳拍的 我不知道 那你試一下 大家試一下 我想說 是袁國勇來的 我只想到他的答案 是啊 所以你每一次去到這些位置 他就開始退 那你就會開始明白 他的答案是不可信 是漏的 那就是不對 如果不對你就說 但是人就是這樣 在香港絕大部分都是這樣 所以我很多時候 因為這樣培養了一件事 就是別人說 那我就不相信 那我就會問 你說是博富林到37號 我上政府的網看 當年1991年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怎樣的 那1991年那個地方是草地 92也是 98也是草地 去02才建造 那裏電影是91年的 那裏電影就被人攻破了 那這個是證據來的 那所以 有時候只要去講一講 那沒有意思 那所以令到那件事就是 我要去不停去考證去求真 那回到剛才白兵問那個問題 本身我的性格都不是這樣 那我做了這件事之後 我就要很多東西去印證 我才去拿出來告訴別人 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這件事也是 坊間的社會最缺的這件事 就沒有 就是要問下去為什麼 那不是一樣東西都有答案的 是不是 不是一樣東西都可以回答出來 為什麼你這麼笨 那是沒有意思的 可能他回答到 那為什麼林鄭是這樣的 那你這樣追下去 那是沒有意思的 但你越知道得多 其實就代表你對答案 越有信心 那也可以去印證別人說的 不一定是對的 我最想告訴別人 其實這也是我影片其中一個部分成功的 就是別人看你的過程 去怎樣推動這件事 原來你看到地圖 1991年是這樣的 很有這樣的機會 跟我的電影畫面的屋子很像 有T字形 這裏也是T字形 看地圖也是這樣 地圖不夠看韓拍照片 1991年就有韓拍照片 這裏是這樣的尺寸 前面路上有一個山 跟我的電影畫面相配 就是要這樣告訴別人 因為這樣 ABC都對 都符合 所以這個地方有可能很大機會 因為他可能拆了 99% 我就覺得在這裏 你聽完之後 你都不相信 就是另一回事 但你有沒有把ABC的過程告訴你 沒有 然後就拿著這個網路 都說不在這裏 怎麼在這裏 我記得有一次你是做Liguiguigu新年財 劉德華打給他媽媽 就打打牌 媽媽媽 然後他不是在旁邊的屋子 就是你發現他不是在旁邊的屋子 是隔很遠的 很誇張 那電影拍攝 電影拍攝是這樣的 但他拍到真的好像在旁邊的 真的挺好的 真的 就位 很有趣 他們這些電影拍攝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近來就是940-920 他拍《吐瓜環》 其實有些很有感覺 我住在《吐瓜環》 其實有很多電影劇 都會在那裏拍 然後他的後山就是在深水埗 旁邊的家頓山 你會看的時候 你會看得出個分別 但他又拍得整件事是幾 很合適的 其實也會很加分 這些新戲會做 譬如去到至此的地方 通常都是在《吐瓜環》 《觀塘》 《觀塘》 其實是看最白的 就是在那個平台那裏搭 那個時候都沒有拆《觀塘》 某些房子都沒有拆 但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 怎樣做新戲的原因呢 我覺得那些東西還在 他還在的機會很大 如果我有時間和能力 就應該處理了一些 很可能已經快要不見 或者真的十年二十年 有些已經不見了 你拍過的地方 很多已經不見了 已經拆了 但是如果有能力 我覺得應該先處理就先 新的東西就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能力就不做 之後就是去到我很喜歡這個 真的要講淘大語 你直接捧紅了一個 無線一線藍 陳蓮斯拉殺手 陳蓮斯拉殺手 好像是 但是他這段真的紅遍全香港 有原因的 我覺得他心態好 這個撇除都要學習 因為我一開始不覺得 沒有怎樣接觸他 沒有怎樣回應 慢慢看著看著就覺得 心態是挺好的一個人 之後他回來香港就訪問他了 我覺得一個人成功有很多人數 除了我有製作過的影片 又或者我放過一些關於他在內地演唱的影片 上網大家有看之外 我覺得剛才說的那些態度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少很多年都沒有遇到這樣的人 你說他假也好 真也好 真謙虛或者假謙虛 或者假懸惑 世界仔 無論如何 我覺得要做到一個層次 這樣的層次 那個道行都很高 如果他不是堅持謙虛 他在代人處世的層次都應該很高 這些都是我們學習 因為我們看很多 有些人炒車 那些藝人說幾句又出來罵人 又說什麼發聲明 私訊 很多這些 到最後 通常都是自己吃虧的 看很多這些情況 這些情況 反而反而看到 沒有了這個代人處世的字幕 尤其是公眾人物 那些東西又不是自己一定100%對 亦都接受不了批評 那我這件事都學很多 其實 但是他 你最開始為何會被你發掘到這個超新星又捧他的潛能呢 我內地 俗政治不正確 我上面有很多朋友 不論是在上面住也好 或者在上面生活也好 或者在上面工作也好 有一次他十月頭的時候就給了這些影片給我看 陶大宇在上面演唱 有一些都不是那時候 可能已經是幾個月前 那我覺得他唱得挺值得大家看的 於是才留意 然後我就不停地找回他一些 我就看到朋友 你有沒有辦法找多些 有沒有勞勞 那我又沒有大陸的帳戶 什麼都沒有 於是就 開始越找越多的時候 就覺得值得 做一條影片出來給大家 一起研究一下這件事 那一開始的影片我也是笑 跟大家一樣 我記得是人歌分離 人有人唱歌有歌去 那個形容很棒 對 人歌分離 但是這個位置我也是不相信 其實那個影片李英應該是被後製過的 人歌分離那條影片 如果不是真的事 我自己又真的做得到 這個位置我又誤信了 我也親自跟他道歉 即是他被人教壞了 是的 那條影片是寫過的 那條影片不是真的 做到那個畫面和聲音 可能拉過那條聲音 所以那條聲音放慢了 所以 Anyways 那我就 我自己都學很多 但為什麼他唱的時候 沒有表情 但這個是真的 表情這個是他的問題 對 你這個不能寫的 你不是那些dipfick 我又沒有問他的表情 他是呆了 他這樣呆了 他這樣呆了 但發音應該是寫過的 是 Anyways 我都學了一課 又是看這些網絡世界的東西 有時候 都是要思考多些 即是連他以前年輕 我應該不知道 那應該不是希比來的 即是有些人找回他以前 在無線的劇裡面 有輕輕唱過兩句歌 他都是這樣 那些已經很好笑 很多人傳給我 我沒有再剪 因為這些 太多 那後來為什麼可以訪問他 直接 直接問他 去到一個位置 不如直接找一些行家 都認識很多行家 拿到他電話 直接問他 之後他回來香港的一員 然後就直接約他做一個訪問 過年的時候 快要過年 做一個這樣的訪問 我覺得在那個訪問裡面 其實大家都是互相角力的 是一個很高質的訪問 我一定不會承認 我承認他 雖然我有做一些這樣的影片 他都不承認 在他的角度來講 中國也有很多影片 是推紅他的 在那個抖音 微波其實都是 因為上面也有些人做這些影片 但是在我的角度來講 我想我應該都 不多不少也有些幫助 但是在那個訪問之間 其實大家互相都是 有一種角力 但是我經常都看回這個訪問 其實這些位置可以做得好些 其實我都不輸蝕 我都不是應對得太差 都是頗有趣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個訪問 為什麼我找不到 為什麼我打Healy也找不到 按下他的名字就有了 肚大魚 對了 你三十幾萬 你那幾條 六十幾 三十幾這些 輕人的東西 是嗎 我很久沒見過這些數字 就是做完肚大魚 十二月做完一條 我整個月不做 立即做完五座 放假 說笑而已 因為那時候我有計算過的 應該一條一百萬的影片 我自己講的那些內容 我那些目標的觀眾 我應該分到三萬元的 如果一百萬觀看的話 這個比較 我沒有 那條也沒有 那條也沒有 因為他還要看長度 是很多東西的 不僅是看長度的 但你不會黃標 你這片最好是 有試過嗎 有 有試過 版權嗎 不是啊 說一些敏感字眼 他黃了你的影片 有啊 你黃的影片就沒有廣告 有啊 扣你五十分 當色情這樣處理 扣你五十分真的色情 這個意思是大家定義給他 扣你五十分沒有 沒有 但是你有沒有播回那條片 在你的影片 有 但是 但是你要明白 這部電影是2B 是 如果那部電影2B都能播出 上畫 都是2B的時候 你是YouTuber 什麼東西黃 是 你這樣說 很不合理 但是有時候有些東西黃了 就 可能是色情的 可能是敏感的 但是 可能是第一次他不黃 你出了街頭之後 兩三個小時他就黃你 這樣 這件事最慘 那你就跟他談 談完之後 三天之後兩天之後 才說 好 發現原來搞錯了 都過了頭兩天最多的視頻 對 你五天之後才搞錯 你今天來搞錯 但是沒辦法 發生了就是發生 那麽多搞錯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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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淘大雨 那段落 其實你都很緊貼那個 詩詩 大家看到今天這件T 你看到嗎 就是阿 Hibi做的 這件 快速測試T恤 這件是 快西 這個是陰性快西 一線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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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一看到它出的時候 我就立刻在下面留言 當然是出確診 出T不出確診 就是做什麼 我出了的了 但是還沒印好 所以要先給你一件陰性版 對 我正在期待一件陽性版 神經病 穿T當然要陽性 有些人不敢買 他說我怕外出被人打 神經病 無論如何都好 無論如何都好 無所謂 你們就買一塊陰性 真的有些人這樣說 專門打那些陰性 就出了出去 就好像大陸的殺手 有頭髮就打 那些和尚見有頭髮就打 沒有 對 那一刻我被Hebe有啟發 T原來玩得那麼糟糕 我再說就是之前訪問MC人 MC人也是有在T玩玩 我現在很大慾望 很想出T 做吧 那些創意拿出來 還有T恤成本 其實相對 這些T恤都是本地廠做的 他們本地人 那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這些事不在香港做的話 那沒有意思的 真的不太好意思的 沒錯 自己都口說一套 沒有理由第二套 我看有些就是外地 比如印尼那些 我想連印都在這個地方印 物料我覺得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在香港做這件事會好些 會搖大些 那就做了這些 那接下來還有一件 還好玩的 剛剛弄好了 但是還有些東西要修改 供應T恤很好玩 都是這個發足測試的概念 但我出門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很棒 要賣關子 那唯有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出T 不是 這個緊貼時事 就是這個清零KOL 他由這個淘大雨KOL 變成清零KOL 但是清零就是不斷去全香港的所有商場 去洗十八區沒有 還沒 但我看你真的很多商場 好像都去過了 就是出名的那些 譬如尖沙咀 銅鑼灣 旺角都去了 連九龍城 紅磡那些都去了 以我的觀察 其實我不是現在才做的 我記得 21年的時候已經有做過 已經做過這些 旺角變成怎樣 尖沙咀 尖沙咀變成怎樣 但這一陣 以我的觀察都應該是我先做的 接著就開始有些不同的人都會做 但我沒有版權 我這樣說 我沒有表態 我沒有表態 但這些跟電影朝聖是一樣的 搞的地方不是我的 這個系列都不是我的 我懷疑你在表現態 那個地方不是我的 那個章場都不是我的 那別人做什麼 那我都用我的方式做出來 或者是我的表演去表達這些 用我的風格去做這些 那時候適正的街道 疫症可能出不到街道 沒有什麼事情做 開始多人看這些 但去到這個 我就是 Hebe真是紅 紅的位置是什麼 我媽媽又跟我說 有個YouTuber 不停去不同商場拍的清零片 很過癮 那樣 真的紅了 可能不是我 我說你又有看Hebe什麼 那樣 你又認識她什麼 那樣 都有兩句的 私下 那樣 她也沒有打針的 那樣 你說得明你沒有打針 然後進商場買外賣 都是這些 招數 都是這些 招數 有些就找人拍 副口 都是這些 但都差不多尾聲 應該做到一條 就要完 因為我經常覺得 在那個位置 要懂得收 要懂得停 好像我這樣就糟糕了 不要玩爛她 三年 玩爛爛了自己 都不懂得停 然後你明明我 我找不到出路 你明白嗎 改了三十年都沒有停 我找不到出路 我原來拍短劇 原來我在直播剪輯的影片 還多人看過 應該開始在影片的尾 我們有些牛扒 對 白羊酒 有些不同 找不到出路 做個八兵超市 是的 這件快西T 是的 這個 我也是回到剛才我講 無論做這個電影系列 其實今天有一點點訊息 我覺得有些東西你跟人不行 還有我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能力 去做一個方向出來 不論別人會不會抄襲你 不抄襲你也好 但你可以有能力去創一個方向出來 電影系列是我覺得 我也做得不錯的 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的 你問這個世界是否沒有人這樣做 很多人都喜歡去到不同的國家 看蝸蝶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 找到一個陸幕的景 或者去到外國 這裏就是掌山被人在荷蘭拍下的地方 其實是換湯不換藥 一樣都有人去說 但我去做的時候 就很希望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出來做一些東西 雖然是一些換湯不換藥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明眼人都有機會知道的東西 但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方式做好它呢 這個清靈系列也是 或者將來有些什麼新的製作 我深信應該要有一個能力去帶領觀眾去看你的東西 或者是吃你煮出來的東西 我不想所有人都說 我想你做這些東西 你可不可以做這些東西給我吃 我覺得是很沒意思的 如果我做這個行業 做創作開了一間餐廳 大家都進來只是想 我想吃我的東西 我很想到一刻 壯大到自己有能力去把這間餐廳 不是一間 我給你吃你吃 不類似 但是又不用去那樣 我都想的 好像老高那樣 一段影片都三五百萬視頻 坐下底 麥糕也三五百萬 其實我很羨慕 因為你不是說國語 不是說普通話 我不知道哪個政治不正確 其實我這段影片都可以的 我說麥糕可能坐下底有兩萬視頻 就是當這個是那個號碼 因為我自己做YouTube頻道之前都研究了一整年 純粹就是看這個頻道十萬訂閱 它有什麼基數呢 它一定有一些 loyal的觀眾 支持者 其實那些視頻是有這些數字可以看的 你不是藝人嗎 普遍的 那個基數不是數字 如果你做一條垃圾廣告出來 突然間開箱這個鍵盤 那個數字如果我和白兵都應該是捱著五位數 很坦白這樣說 我今天回去拍廣告也是一樣 尤其開著鍵盤也是捱著五位數 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topic來的 而我們不是做廣告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做一些什麼給別人看的 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未來的方向 大家看到我的製作都是一樣 通常我都是在做一些可能少些人做 又或者我很希望帶一個大的方向出來 然後大家看到這些方向是比較新鮮些 又或者是我以我的一個手法去做出來 大家看下去會覺得好像很少見 這樣的角度去看 還有我見你有做這個近來很紅的香港地理大人挑戰 我沒有做到 我都沒有 因為這期有很多挑戰 我相信不大所以我都沒有怎樣 這些直播要開一下 就是一下道理找些 topic去做 我最近做了有一個關於性知識的 還有一個做Marvel的 Marvel的我本身都覺得自己很熟悉的 但是去到一個位置我是不是問你 喂 Nick Fury 他是盲著左眼還是右眼 你問我 我那時候我猜都是猜著左眼 好像是左眼 我都不記得 這個問題挺好的 但是你這些你玩你不能搜尋的 你搜尋了 你搜尋了 你搜尋了狗氣 你憑印象之後 他又要把戲排回次序 我有玩過幾個 有很難的 有些說到六多年 或者是香港第一套長片 那些 總之誇張又爆炸 然後每個test都玩你半個小時 其實我都很浪費時間 那個意義又掉了 就是去到太難了 我覺得 我又玩過 事當真卡卡也有過 只是做他嗎 只是做卡卡 問卡卡在YouTube上 他跟誰合唱過歌 他有拍過什麼廣告 他跟Lokka這個廣告是什麼廣告 不是那個Lokka銀堂的廣告 我回答了很多 但他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他在事當真拍的影片排序 他給了10套司當真卡片名 然後再排序 那一刻我就停了 我真的排不了 哪一段影片有卡卡 我都說到 因為你覺得沒有意思 去到那個位置 你要排次序 我怎麼記到街上 那一段影片也是這樣 你去到一個位置 開始覺得那件事是樽頸位 做得差 或者自己做得好 好像為做而做的時候 我覺得是時候要放棄 或者停一停 去想一想有某個好的方案 或者這個表演可不可以去變一下 因為我都很擔心有一天 是下了一個陷阱 就是為了追數 為了追收入 然後每天都產出一些 很一式一樣的東西出來 不健康 我覺得不是說不好 看一看片種 我不是說在座個位 在座個位都是垃圾 不是 我跟Sam先生都中了 不是 我們都是作為最同的獨孤一尾 看片種的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想過這個問題 怎樣可以在這個方向做好一點 但我深信有很多製作者 創作者都是這樣的 那天可以的時候 不停地重複重複 如果只說話 難道你不說話嗎 但在這個話中 看可能怎樣變化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 這是我們創作者最大的難題 希望每次都一段時段 就要走出一個框 那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方向 有的 有好幾個大框 其實都想試一下做 講不講可以的 我看你最新出了彭佳麗 這條片我還沒看 彭佳麗 如果你還沒看 這條片不行 如果你出了一天 我看了 你看 他有彈出來我沒有按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為什麼彈出來 不可能是因為你很趕 或什麼 你多多一點 如果是可以的 那條片是可以的 你都會按了 那條片是不行的 這個我們創作者 就要去思考 剛巧我和我的會員都在聊 就是 譬如我出套戲的影評 他們還沒看 但我就說 其實你老虎蟹都先按進去 喵聲不看也好 我先按進去 因為他很在意他展示出來 然後那個觀眾 按不按 當你展示到兩三次 你都不按進去 他就代表你沒有興趣 他就少一點推我的東西 很煩的 我知道為什麼我的片照片 太高質 那名字 不是啊 這個簡陋 太高質 曾經有不下於一個讀者跟我說 他說我看你的片 我要準備思緒 要放空腦 好準備我就看 所以他就不會放空回家看 可能星期六日抽個時間出來看 然後他就永遠都不會 星期四就按 哦 這樣 就是這樣 大環境的思緒 大家都這麼凌亂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放空 是啊 即是他們不會 第一時間秒就放進去 不解釋你經常吵政府 因為那些政府 每天都令市民的思緒 停不下來 停得到 以為可以 我可以有空間去看白兵 空間去又選擇這個 但我帶了一個露燈 飛機出來 然後就 然後我就看不到白兵 是啊 即是會是這樣 即是他要抽 好像看電影一樣 是的 即是有些儀式感 那面上 哎呀 仆街 有時看Marvel也是這樣 即是可能一年有部大作 那你就要放空個人 沉電下來 衝入戲院 整個情況的人的情勢 那時候我最記得我人真第一次看這部電影 要思想準備的 看Advanger 4 Endgame 也是 Endgame就是 那一件事就是 要去沉電了 才能做到的 是 可以不可以 是啊 講到自己的影片好像很厲害 是呀 看完就會灌頂 是的 MC人那個都要分三 就是連續聽三次 要啊 三個半小時 是啊 九個小時了 一天給了你 但我已經聽了 我現在聽第三次了 我自己都 即是在現場聽一次 那次大家看到我 都是完全吸收不到 很好笑的 那些留言 你可能看不到 我又看到 白兵沒有反應 這樣 白兵聽不明白 我是很想回答 我聽不明白 我的誤性出了問題 是的 但是我也深信 譬如MC人 我一出的時候 都按進去看 即是 那樣東西 那些人願不願意看 好不好看 是看包裝 很多時候 也都不孝有多次 我都被人騙了進去看 可能看那些 不同人的地藏 放在裡面 只是這樣的 但是都是一個伎倆 為什麼可以騙了你進去 也都可以騙了我進去 但那件事是好看的 不一定是差的 我經常都在反思這件事 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騙到那些人進去看 我都在想 有時候 譬如一些高感情 譬如說特朗普 根本就是特朗普這家人 有吸引力 但我的封面是很簡單的 就是特朗普那樣 然後加特朗普三個中文字 那些人就按了進去 自動進去 所以我現在還未揣摩封面 其實我做了這麼久 我都未傳摩到 很難的 外國有很多很成功的youtuber 封面沒有字的 一張縮圖 他可能用機自拍 我們都偏向算是多字 多字 因為在香港沒有人做到這件事 應該是個風格問題 因為我有研究過 我試過有一些是 那個演員 就是整張大圖 下面可能只是個戲名 不行的 但是你把很多人有興趣的字眼 放在formnail那裡 多一點 反而你的演員縮度很小 反而更多人看 試一下 下次可以 全裸 露點 走光 一按下去 有 你最後又是男人 然後在香港電影 那你這些方法 用不了幾次 三次失去信心的時候 又全裸 說特朗普也要全裸 真的有 特朗普走光 真的有 兩三次之後 就一次不按進去看 所以這個 但是我每次 每條片 花最少時間 一個封面和標題 但是我覺得很昂貴 這個比例應該要放多一點 一個封面和標題 很多事情要學 是啊 很多事情 我每天都在學 很難的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很動力 令到我們做得更好的 嗯 我聽完你講 都思考了 是啊 我是不是經常做來做去呢 我思考了一整年了 我從兩周年思考到今天三周年 嗯 我都沒想到 我都是這樣 是啊 不懂得評價 你起碼有嘗試一下 拍短片 短片 劇場 真的很累 拍短片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成本效益不高 嗯 就是回來的一件事不高 嗯 沒有啦 這個永遠都是 就是這個製作 或者半娛樂的行業都是這樣 是 你想付出多一點 付出少一點 回來多一點還是怎樣 一條很大的數目去計 都是一樣 但是拍攝真的好玩 好玩 最後 屈去講這個電影 電影 對呀最後 怎樣都要講 不如講過去一年 因為接下來是金像獎 SAM都知道 其實昨天就終身成就獎出了 許冠文 但是今年 許冠文其實近年都少了 我最近看了他有一套 愛在 什麼隔離事 不是 總有愛在隔離 總有愛在隔離 有一下演出 但是我覺得不如講一下 今年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看MEMO 我跟Sam很熟 我經常都靠他那些影評 或者看之前去看他那些東西 然後再看 我全靠Sam先生出了沙丘 要不然我的人生有三個小時 是空白了 我不可以說浪費了 空白了 空白入空白出 但是幸好我還記得那些劇情 要看了他那個事情 之後就看了他 原來我那三個小時看了這些東西 他真的看得很好 那件事是令到 正常一個人進去 普通人 我不是說影評人 都會看完 又覺得不知道做了些什麼 要看回Sam的東西 才會察覺 但是去到我這個情況 其實是越看越辛苦 因為來個老系 那些細胃 這裏燈光 這裏什麼 然後那個人 高人要量度時間 現在看電影 是享受不到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去到一半了 他的劇情都來到轉折了 是呀 自動知道 就是要看幾多 三學戲 五學戲 計哪個高潮 原來這個角色前面鋪了幾多 這裏怎麼 我也是這樣 我現在少了入場看電影就是這樣 因為我經常看電影就是 我經常看電影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很慘 我經常看電影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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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辛苦的 是有些辛苦的 你不能夠純粹享受一套電影 是有些圍繫的原意 現在我看電影就是什麼 就是我看他的景點擺設 因為我看Charlotte Holmes 我太喜歡他的房子 他那些擺設 現在我看一套電影就是這樣 看美術 看他的美術 看他的Proxy 他的檔案 他的字 用這張紙 他跟那個年代沒有關係 他很想來想去 很想狼狗 但是不能夠說 因為你自己人入了那個Mood 我去年我自己也看了大部份 我覺得大成本製作的戲是有的 不是不是不是 大成本製作也有大成本 收回來也有的 但是我反而自己喜歡殺出黃昏 這套我也是 那一套片我也是最喜歡這套 我喜歡這一套 就是很多一些細胃 我自己都很喜歡 我想預算不高的 但是又做了一樣 就是小成本 就是大效益的東西 很喜歡收出黃昏分 我所知就是800萬來 很少了 成本 700多800萬 就是拿700幾800萬已經很少 很少 那次聽高人說 譬如你這個Guardian of Galaxy買了 不知道哪一首歌 他買那首歌已經整個球的美金 就不等於一套江產片 整套戲 只是買一首歌 但是詹姆森斯所以厲害就是他的聲音 你真的滑來滑去都可以 不得了 你可能找另一個人出來 你找另一個人又不是那個效果 不過去年其實很多港產片 對於聲音是很有要求 很多套都很好 應該 我覺得很多年都已經放下了這個部分 是 令到那套戲沒有了一個標準 是的 以前就一定是會有 很 iconic 就算是港產片 很多都一聽前奏幾粒音你就知道 沒有說倒神那樣騙 沒有什麼 以前盧冠廷或者劉爾達那些配樂 是厲害的 羅大佑 一聽是會立刻勾起你 那套戲的印象 是的 又不是去到八九十年代那麼瘋 千禧都有一些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天能首歌都勾起到那個回憶嗎 Chopper Scott 不是啊 他那些倒轉的聲音 鋸了頸的聲音 我一聽就扭起他 那個音效真的不得了 又是聽芝麻 那樣的音效真的不得了 那就令到你很記得那部電影的東西 那一張片其實過去十年都 早兩三年好些 現在這兩三年好些 但是過去十年就真的差那些 那兩方面 2000年代的時候是用來推歌 全部的 對 早知不應時愛 攝手那些 獨家時愛 不要說去到什麼 陳奕迅也有很多的歌 是這樣放進去 劉德華 劉德華 有他演的也有他的歌 他簡直是 這孤新年代 那一段幫他撿屋就起歌 四都是道地綠茶春 排在那裡 一陣子做一段事情要起歌 分幾鐘都要播 但是又不是很 有關係的 很多都沒有關係的 所以獨家事愛已經很好的了 其實有很多商業的元素 是大家未必很拆解得到的 可能他跟導演交易 要用鄭秀文的時候 原來交易好了 一定要有些歌迫 一定跟進去 那時候比較是商業的公司去主導整件事 那現在我覺得好的地方就是 看小成本的製作 那個框框就 會放很多 首先不用給警匪片一定框著 是 雖然某段時間的警匪片是好看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經常拒絕這些 光輝不會不停拒絕的 我覺得之後的廣產片 應該警匪片要放下一段時間 比較難入戲院看 我想接下來五六年你都不要再出來 沒有拍 你搞到我看不到龍龍那麼威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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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轉到FBI就可以了 好像說真的 但是我覺得 又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看幻愛 就是相對小成本的東西 在本土製作的時候 就放很多 因為你不可以不拍的 那你的電影的預算怎麼花 會不會用多了新導演 種種因素 令到我作為影迷 入場底殺出黃昏的時候 哇有驚喜 我真的覺得有驚喜 有驚喜 不論他謝賢的演出 其他配角 什麼都好 但是整件事 那個套餐加起來的時候 反思很多 那電影本身 就應該有這樣的層次 去令到人反思 而不就是警匪片 那個角色一定絕對死 他的力量很強 殺出黃昏的劇本 所以我自己說 最佳劇本 我會被殺出黃昏 竟然不是受眷煙 不是 殺出黃昏的劇本太難寫了 老人家的東西 然後再加一條中雪 在那邊綁住 整條線是很舒服的 三條線都 還有條橋都穿得好 我覺得那個 所謂奇英天使 那個部分 那個劇本 這個位置我覺得很加分 是家動寫的 林家動寫的 是吧 林家動寫的 還有另外一個 以前銀河出來的 跟他一起寫的 我先搜尋一下 Anyway 我在這個部分加了很多份 我也覺得值得大家 在金像獎前 好像出了碟 我是在戲院看的 我也是在戲院看的 我不知道他出了碟尾 但是如果出了碟尾 應該也值得支持一下 林家動和何正義 今年的我很喜歡這一部 大部分都有看 用大人物投資多 宣傳越厲害 我覺得都沒有這一套 有沒有哪一套比較失望 我覺得 梅艷芳我覺得可以做得好一點 我覺得這樣說可能 今年是最收得的 六千多 六千四 我覺得應該可以好一點 很多位置都可以好一點 因為對於他的預算 他這個鋪天蓋的宣傳 你看宣傳已經知道有錢 有預算 我覺得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 很多位置 不過很多人還在世 因為牽涉太多人在裏面的時候 太多製造 有些影射 梅媽還沒死 應該也寫了阿哥 寫了梅啟明 因為一寫就有罵說 要付錢 這些是搞笑的 很多轉折的位置 個人來說 或者有些位置可以寫長一點 有些位置可以寫 期待他們兩個死了再拍 是啊 我覺得有個劇本就很容易寫 這個位置 很噁心 是啊 等他死了 不是揍他死 人人都會死 這些人 這些人 被電修 等下今年金像像 九段 七月 七月 明天就是民化中心 我們很好奇 今年是民化中心 可能是否因為政府 現在疫情確診不到呢? 要去搞剪那裏搞 我也想不到 因為搞了很多年都是文化中心 我也很期望今年看到 因為都已經沒有搞一段時間 失去看 我想現場看 但不知道有沒有洞路 現場看 我試過一次 我很想現場看 要穿西裝嗎 不用 因為那些電影從業員 若果你是當年有電影入圍的話 你就會有這個導演的了 過渡了 就有電影入圍 一個人有兩張的 有朋友 就找了你了 那兩張的票 因為他是一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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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多了兩張 很簡單 大家夾錢開一部電影就可以了 如果要入圍就成功了 一球東西而已 美金 聽起來也很簡單 一球東西美金 只聽這個已經覺得很簡單 輕鬆吧 表達了我的錶數 加起來也沒有了 不要說錢 錶數也沒有 就是這樣 今天非常多謝 大家記得要光顧他買 他很可憐 他Scribe這個昂眼糕收點平台卡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主要覺得是之前做的一些政治一點的DShare 我覺得是關事的 我也覺得是 因為其實我問過很多行家 或者很多對於網店IP都熟的人 他都覺得這個情況不尋常 我之前有個網頁會員我也是用Scribe來收錢的 我在這裡勸大家不要再用 因為有機會令到你有錢 那我做完 講了這個東西出街之後 也有收了一些留言說 有試過有個客人 他是做裝修 修理設計的 收了客人十多萬 就是卡了一個戶口裏面 他找出來 哇 很可憐 很邪惡 這些更可憐 如果我突然說你有什麼問題 他就卡住 到最後拿回 但問題是你過一段時間去做生意 做裝修出來 什麼什麼什麼 你不給師傅 那你就只要硬 但是你知道最激氣是什麼嗎 如果我是你 我最激氣都不是錢還給那個人 是你公佈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的反應 那我那件衣服有沒有 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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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關心一下我的心情也好 下面沒有人關心他的 沒有人關心自己的錢 很冷靜一點 我看到很冷靜的 雖然那個不是我 我看到受害那個不是我 但我看到很冷靜 因為我冷靜到截圖說 搞甚麼你的留言是沒有人理你 就是這樣 受傷 看得很冷靜的 這個網絡世界應該有些好好的人就說 你有沒有其他生意方法我還給你錢 有有有 但我還沒收到全部 有些還沒聯絡到 總會有些失敗 沒辦法的 我純粹在留言上看不到人間有 可能人間有 我全部PM了你 他就沒有在那裡留意 有的有的 有些還給多 還給凸了 好好的 人間有情 今天就差不多 很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有機會私下再聊 好的 很多東西可以交流我們互相 正呀正呀 拜拜 拜拜